说到射雕三副局中最厉害的武学 很多人认为应该是九阴真金 这九阴真金乃至皇商所著 其中包含了内功心法和外功招式 算得上是一门顶级而全面的武功 而且在第一次画山论剑之时 大家都在争论着九阴真金 为的就是让自己武功提升到一个层次 那这九阴真金真的就如此不凡吗 其实并非如此 在射雕之中 武爵最为厉害 排名在第六位的应该是九千人 而球千人在武功实力上只是略输于武爵 不过球千人在神雕之中的武功描写 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了 其中提到了伊登大师要打赢球千人 就必须以伊阳子与先天宫全力出击才可以 伊登大师可是畏居武爵 伊阳子可是出神入化 而且还习得了先天宫与九阴真金 如此多门神功加持 都要全力才能打赢球千人 不免让人觉得九阴似乎没有什么作用 要知道伊登大师练过九阴防纹总纲 以九阴的定位来看 应该对伊登大师提升巨大才对 怎么打个略输自己的球千人都要全力以赴呢 给人感觉练不练九阴真金 都差不多一样 从这里就能看出 九阴真金并非如此之神 今天是射雕之后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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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